大家比较到他們說的和這邊的資料 是對一個比較正確 讓大家去做參考 我的目的就是這樣而已 所以我對他們的訴訟 已經有工藥師努力 已經做出評論 我沒有在共和那裡 所以我今天要說的是 由他開始得累租款 整理工藥師演講的時候 我有起來講 約15分20分的時間 以前不知道幾個有聽到 在台中的人不知道幾個有聽到 沒有 這個租款 本來它的性質就是 抗議比抗的概念 那裡的建築 租款就是種的抗議 那一種抵抗的概念 那怎麼來 它是對社員友 中國 兩千幾年 的歷史 中國人不知道什麼叫做租款 還沒有主權的概念 還沒有主權的勇議 這是對社員來的 社員友是對 法國的國王 要提供 提供羅馬皇帝 和天主教 天主教的國王 提供他的抗議 那當然是羅馬皇帝和天主教的教王 對法國的國王 對法國的國王 對他的抗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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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一直抗議 抗議 抗議 抗議之後 他要反抗這個 羅馬皇帝和天主教教的抗議 那種抗議 之後 後來就抗議 羅馬皇帝和天主教教的抗議 後來就抗議 羅馬皇帝和天主教教的抗議 抗議 所以才開始 有那種國王說 我的抗議 已經對羅馬豐帝和田主教教王是獨立 對我就是對羅馬豐帝和田主教教王獨立 對我就是對他們獨立 對來呢 因為野口也有諸侯 封建諸侯 所以封建諸侯有通緝圓 他國王跟他們平革是最高 所以那個諸款的觀念說 對來最高 對我獨立 這個書像是這樣來的 這個圓圓是這樣來的 所以一般開始 這個諸款是叫做國王諸款 諸款的圓圓 他的第一個概念是國王諸款 到近代國家 一般開始 出現的時候 羅索 英國的獨立 這個獨立和羅索這個社會企業 這個書像出頭的時候 才開始有這個國民諸款的開始 但是國民諸款的依情 國民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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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個諸款是新郎 分作三個概念會發展 第一個概念是國王諸款 第二個概念是國家諸款 第三個概念是國民諸款 諸款在民 國民諸款 新郎是這樣 中國呢 孫中山要推行 推翻清調的時候 他有去英國 去學習一些新郎的書像 所以他回到中國之後 他說國家有四項的個性要素 例如是國民、領土、諸款、政府 這四項是國家的個性要素 所以諸款呢 是國家個性要素的一種而已 不是全體的 國家的個性要素是四種 諸款裡面是其中的一種 所以諸款不是定義國家的統治權 所以是個性要素的一種而已 所以這個 一種 諸款是 孫中山介紹之後 一些有去讀到 孫中山的三民主義 建國風領、建國台港 民間的粗部 有去讀到這些資料的人 才開始說 喔 一種國家的諸款 就是國家個性要素的一種 才開始有一種觀念 開始有一種認識 以前呢 風領是主權者嘛 風領是政是風領 政就是國家 風領是頂國家 風領是頂國家 因為風領是主人 以外 在乘以下所有的官吏 和一般人民 都那個 在乘以下所有的官 都是風領是風的嘛 它是對風領主義 路財路財 路財路財 和國民主義是草民 這就是物 不是一種孤人 不是人的主體 只有風領是主人 所以那些是 他們都被管理的客帖 所以一般 風領有管理 沒有義務 所有的八卦 有義務沒有管理 在那個階段呢 中國人 都沒有什麼叫做主權 什麼叫做領土 都不知道 一般所有的鋼山 鋼山都是風領所有 一般老八卦 怎麼能跟風領共鄉 風領鋼山 所以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 我們跟孤領山 推翻清條的依情 基本上 中國人都沒有一種 現代地式的認識 對孤領山 介紹了後 一些 包括那些 受孤領山的三民主委 建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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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行社 教育的 人 開始說 什麼叫做主權 會理由這裡 我在那裡有一本寫薩孟姆 最近他說有受薩孟姆的政治庫 薩孟姆他在說什麼叫做豬款 他說豬款就是對人和對土地 不是土地本身是土地自相的人 兩種都是人 對人的最高通比款叫做豬款 這是他的手下 所以一般這個豬款就是對人 對國民的最高通比款叫做豬款 所以豬款不是所有款 不是土地的所有款 不是一般特別的 有他們的豬頂的 民進省的主張說豬款有豬油 豬款有融油 豬款有儲物款 豬款有儲物款 豬款有什麼支配款 公共這些東西 這都是一般不是和 一般這個 這個豬頂的豬頂的豬頂的 豬頂的豬頂的 豬頂的豬頂的豬頂 一般 這說 物款裡面 對物有所有款和豬頂的豬頂的豬頂 沒有那種 沒有人說有什麼擁有 物養 但是他在演講 他解釋說 這個豬頂 美國和中華民國的管理人 那譬如說 這個豬頂的豬頂 就是豬頂的豬頂 這個豬頂的豬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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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豬頂 這個叫做物有 這個豬頂的豬頂 叫做擁有 他主張 這個鼻頂 來說 美國就是 擁有 這個台灣的主權 中華民國是歐益 這是中華民國的主權 公共解釋者 都問到他們 沒有這種道理 沒有這種東西 然後南修 那種斷斬起義 拿著南修道 這樣 然後 讓我們 讓大家 沒有認識的人 就說 醫生情願 要怎麼做下去做這樣的人 並說 那種 錯誤錯誤 這樣 所以主權的問題 那種 大概就是這樣 所以 對這個理論的基礎 中華人民共和國 一直在指定說 台灣主權是 熟中華人民共和國的 領土是 熟中華人民共和國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 所以領土跟主權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裡面 不能分割 不能分割 不能分割出去 這個 我裡面有一本書 修院來的藝術 在裡面呢 有兩個 那種 事件 介紹在裡面 第一就是 其心者 美國的這個 以前做 那種 政治過分 其心者 去北京 買 安排 美國城去 中華人民共和國 人民共和國